我就覺得他肯定沒有用 我包包服飾 服服貼貼的 沒辦法整理東西喔 這樣子喔 可是我就覺得 真的很糟糕耶 一個男人 每天都常在我家裡面 什麼意思啊 我不是找個人來分享我的生活喔 哭了兩腸淚 跟我哭耶 他說 我也想跟你到處去 我不想一個人一直待在這裡 我覺得男人超沒用的 然後我就 還把腳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夾滾 你知道嗎 我說我就算 有人跟你求婚過嗎 想像 曾經有一任真的是已經 他其實很好 他一切通通都不錯 然後也為了我來到台灣 然後一切通通都不錯 也很聽話喔 什麼都不錯 然後我家人也很喜歡他 可不可以 然後大概就 大概就三個月後退 他很沒有用 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點耶 真的 你知道嗎 他會膩耶 你知道嗎 他手之後放你腿上 你把它撥開來耶 你就一直這樣 沒有要激動 第二句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我家人就跟我說 因為他其實 因為他那是 他說本來是住加拿大 然後呢 然後我去家他認識的 他就是個 很乖 然後外觀都活不錯 很乾淨的孩子 然後結果來我 然後為我回到台灣來 然後台灣來 然後在我們家公司工作 然後我爸爸好喜歡他喔 我家人好愛他喔 然後他都把我服飾服貼貼的 沒幫我整理東西這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 真的很糟糕耶 一個男人 每天都常在我家裡面 什麼意思啊 然後整天台灣來我床 我跟他講說 我不是找個人來分享我的生活喔 我說 我不找個人來體驗我的生活的 然後他後來是 到最後面 我真的是很受不了他 我說你每天真的是沒有用 然後他覺得 我先到處去玩 去環遊世界 其實我就想逃離他 因為我不好意思跟我爸爸媽媽 開口說 我很想把這個男子 燃燒 因為我家人很喜歡他 我就盡量跑到別的國外去 然後盡量把房間都空給他 狗也讓給他 然後我就出國走 結果回到台灣呢 他竟然哭了兩腸淚 跟我哭耶 他說 我也想跟你到處去 我不想一個人一直待在這裡 我覺得男超沒用的 然後我就 還把腳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夾滾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爬回來 願意說還繼續待在這 我就說我最後一次 這就很失敗啊 對不對 你懂那個感覺 結果我爸爸媽媽最後還 我爸爸還到我房間來說 林大林 你要想清楚耶 你要想清楚耶 你這樣之後就可能沒有了 我說我就算全想 男都死光會不會嚇死他好不好 你跟我滾 然後後來跟我扯一堆 有的沒有的說 我的手機還是什麼 電話號碼現在還是他的 我說全都送你 送你給我滾 送你全部送你給我滾蛋 我還敢走 那時候我跟你講 他還看我的手機 我應該別跟別的男生聊天了 你知道嗎 他還起床那邊又給我哭了 就偷看我的手機 看我跟別的男生聊天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還不滾啦 他都不會滾 然後他就 我就說 我跟你說 我聊的人都大咖 你還不滾 然後他就一直哭 我就在那裡哭 我都看不太懂 你知道那個眼睛感覺已經沒有了 但是我還是 這個不行 還好你把它踹飛了 對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我會遇到一個 那麼好的 然後我還不珍惜 可是不是那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 他不是好耶 他對 他是 他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天大想黏著我 我覺得這不是我會遇到的生活 我遇到是大男人 他如果來台灣 然後過自己的人生 那還OK 對 他是你 然後最依賴我 對啊 依賴我 我就不喜歡這種人 我實在受不了 這個就不是我要的 那所以我寧可就不要男朋友 我寧可就是過著我 單身的生活 我就想跟男生玩 就跟男生玩 跟哪個男生想幹嘛 就想幹嘛 我到處去過 過不同的國家 看不同的人 不同的國家 我從頭都OK OK啊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還滿 享受單身的生活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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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